天还没亮 大批冤警来到民宅宫间 要抓的是他 竹联邦名人会 新店分会长陈姓祖贤 当时女友包着棉被 睡眼惺忪从房间走出来 也遭压制 狗狗吓到狂叫 原来被逮祖贤涉嫌零鼓塔诈骗 底下成员共19人落网 他们专挑独居且离患 帕金森市镇的老人下手 过节时赠送礼品 嘘寒问暖 降低戒心 现今诈骗完了以后 将老人名下的不动产 假装借钱给老人 然后带老人到地政事务所 去设定抵押 在这之前会先带老人到医院 去开立一个所谓的诊断证明 来证明说这个老人 他是意识清楚 他是可以自主决定 老人被榨干 被害人超过10人以上 诈骗总额高达上亿 而陈姓祖贤招募小弟 必须先写考卷 通过考试如何诈骗 还有员工交战守则和请假单 企图以企业化管理 带领帮派人遭扫荡 另外北市警方执行进城专案 锁定北联邦搜索据点 具体九人盗案 他们涉嫌筹组电诈集团 其中唐主黄姓祖贤 一加重诈欺遭到生压 全力扫荡黑帮 避免更多人掉入诈骗陷阱 在地区国宇宋 陈寅宇宣台北长报道